路边一大圈潮潮闹了过年多久就开着白色轿车离开 一路车速还不慢 危险匆匆忙忙的原来车子的后车厢塞了一个人 事发在台北市文山区景华公园 当时被害人被丢包在这里 从谈判到路人过程 有民众目击男子被塞在后车厢 路人看到这一幕实在吓坏立刻报警 原来柳姓主席人看女友被抢走 找来十个人跑到超商门口叫嚣 要求被害人打给女友的新男友 但蔡姓男子怎么样就是不接电话 主席当下暴怒把被害人押进后车厢 但嫌犯很狡猾 把人近距离丢包 紧涉及妨碍自由 带头的柳姓主席来头不小 人称不点歌 才22岁就已经是天道蒙文山会的大哥 还曾经跑到西门町知名兵点恐吓取材 专门吸收情少年当小弟 暴力讨债花样白出 就像这样带头砸点乱打丝毫不怕 嚣张行径会被警方盯上 今年3月流行主席人才被警方抓过 没想到隔不到半年又为了感情纠纷 大胆当街辱人 乐视生非 接下来中文报道